12月24号下午3点到5点 杰城欢迎您来观赏圣诞剧《他的后半生》 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精打细算 生意有成的商人 钱是他最大的追求目标 以至于他不但被钱捆绑 而变得吝啬贪婪 错失了人生中最宝贵的爱与关系 还赔上了健康犯了法 在这个社会中 其实有不少这样的人 这种人会转变吗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邢老板《他的故事》 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在12月24号下午3点到5点钟 来到One Thing基督教会 一起来观赏这一部圣诞剧 在会后还有聚餐哦 各位观众 一定要去看这个东西 菲利亚会亲自的演出 一定要去看 想要看菲利亚忘识吗 想要看菲利亚初秋吗 所以千万一定要这个星期间去那边看哦 One Thing Christian Church 每一年到了圣诞节都会再报一次同样的新闻 就是Iowa爱荷华州的州议会上面摆上了撒旦教的圣诞节摆饰 前年我们报过去年我们报过 那今年耶 这篇是来自于Daily Mail的报导 爱荷华州的州议会摆上了撒旦教的摆饰 包括了一个邪灵的羊头穿着红色的披风来代表宗教自由 旁边也包括了传统的犹太教的金灯台以及基督教的圣诞树 我不知道为什么基督教的代表是圣诞树 圣经里面没有圣诞树这个东西 撒旦教这个组织树立了一个祭坛上面布满了蜡烛 包括一个大型的标示 一个镜子做的羊头 穿着红色的披风以及红色的花环 我们被告知撒旦教经过了所有正当程序来摆出这些摆饰 他们原本的要求只有使用一个真的羊的骷髅头被拒绝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政府官员 没有试图要阻止撒旦教进入到我们的州议会里面 把羊头跟邪教的东西放在那里面 在犹太教的金灯台还有圣诞树旁边 只有州长一个人说我们要为了我们的州祷告 我们的州政府祷告 撒旦教就在他掌控的州议会里面为所欲为了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除了使用一个真的羊头的骷髅在那个地方 其他的都可以都没差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撒旦教 我不知道叫什么 就是领导吗 他说的话 我们是可以在这里的机会 我们没有在这里的 church上 都没在一街市场上 都在这里了 正用的接触 和电视频 在在他中间的 远程中的设计 看到人们 是一样的 我希望你会知道 灵力是真正的 there are evil satanic forces that are trying to infiltrate our state. Iowa resident Shelly Flockhart said she was shocked to see the altar at the Capitol, so she organized a group to pray near the Rotunda's Christmas tree. Grieve says no one is being forced to interact with the satanic temple's display. My feeling is that if people don't like our displays in public forums, they don't have to engage with them, they don't have to view them. It's a very dark evil force, and I truly hope people know how to battle that. 当地有基督徒去那边祷告,警告基督徒说,属灵征战是真的,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注意, Iowa的州长 Kim Reynolds 也不开心,我相信他是个基督徒吧,他出来说话,我们来看一下他讲了些什么 那我认为说,有些人想是有些人想的那种 我认为说有其他的方式来去面对邪恶的东西 面对撒旦教的攻击 我们不是只在那边祷告 说我们只要祷告就好了 特别是州长 但是这个我们等一下来讨论 我们现在讨论一下另外一个州长 是我认为说 目前美国做的最好的州长 Ron DeSantis 他在一个town hall市民大会上面说 现在的这个撒旦教在美国无法无天 是可以追溯到川普政府的 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了些什么 那是有趣的 我听到这些 然后我认为说 我认为是那是否真的有道德 而是那些论人 而老而然的 川普政府给他们的承识 被他们承识到以以后 而是一种论者 所以那给他们的利益力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不懂得有什么 他们的论者 他们讨论 但也很可能会是 因为这种论者 对川普 他们可能会有个 厉害的 我的看法是 那是不一种论者 that the founding fathers were trying to create but I do think that IRS ruling I was really surprised to see that they did that 那当然这是 DeSantis对于川普的攻击 但是真的 的确是在2019的时候 撒旦教在美国成立 成为一个宗教的非营利组织 DeSantis是对的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不应该允许撒旦教徒 在我们的州议会里面 城市里面 国家里面建立宗教 更不用说你允许 他们在你的州议会里面 设立一个祭坛 我觉得这是尝试 不管你想要守护什么人权 守护什么东西 我其实不知道 撒旦要守护什么 他们会说什么 这是宗教自由 这是宪法保护 I don't care 我们的政府应该要有的回应 我说真的 我不在乎什么人权法案 什么civil right 我在乎的是天赋人权 是神赐给我们的权利 不是政府给的权利 我希望所有基督徒的政治人物 都应该要非常的了解这一点 不要为了政府给的人权奋斗 因为政府本来在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任何的权利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从政的话 请为了神给的权利 天赋人权奋斗 敬拜撒旦 今天不管是不是宪法保护的 OK 我等一下会证明说 这不是宪法保护的 你就是没有权利去做这个样的事情 没有权利在我们的州议会里面 建立一个祭坛 他们会告的话 那就让他们告 告到最高法院 但是你身为州长 你不可以允许 你不能在没有条件下面就妥协 这个就是在这里发生的事情 我们的政府没有做任何的抵抗 说这是宗教自由 他唯一说的东西就是 他们不可以放一个真的羊头 羊的头 OK 真的羊的头在那个地方 其他的都OK 那这里有几个东西是可以讨论的 这里以下没有任何的先后顺序 第一个就是 Rundant sentence说的是对的 很明显我们的建国国父 绝对不会允许这个样的事情发生 不会接受撒旦教 他们所设立的宗教自由 绝对不包括 撒旦教在州议会里面建立祭坛 这个实在是太蠢了 基督教建立一个祭坛会怎样 犹太教在那边建立一个祭坛会怎么样 他们怎么会让撒旦教 在州议会建立一个祭坛呢 说是摆设呢 这个是事实 是基本常识 任何人有其他的说法 要不然就在骗你 要不然他们就是 no need no callu 他们不止不会允许基督教 还有犹太教在那边建立祭坛 还会试图把这个样子做的人抓起来逮捕 那现在有很多网路上面的阴谋论 又是什么 关系到什么罗斯柴尔家族 犹太人 然后说什么 美国建国国父 光明会 全部都是共济会之类的东西 你看看这个乔治华盛顿家里面 有这个标志 我说真的 建国国父是一群很严谨的一群人 他们不是一群 吸了大麻 在那个地方 Dude We're gonna love the world Dude Man Let's create a world Without borders OK Just chill out dude It's just satan It's nothing special 第二 撒旦教不是一个信仰 这是根据所有的神学 各个宗教的自己的说法 还有他们撒旦教自己的说法 撒旦教是一个反信仰的思想 反宗教的思想 根据他们自己说的 他们的网站上面 他们说他们不相信撒旦 相信撒旦 只是为了要让基督徒生气 让基督徒愤怒 只是一个反讽的一个行为而已 他们自己都说 他们没有真正在敬拜撒旦 这些都是撒旦教徒自己说的 但是这个就是敬拜撒旦教的模式 敬拜撒旦的模式 就是崇拜自己 假装没有神 而且他们在拒绝相信撒旦存在的方式 然后真正的在敬拜撒旦 只是他们不认为 他们自己在敬拜撒旦而已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攻击神 而敬拜撒旦的方式 就是攻击神 这一切的目的只是要嘲讽宗教 嘲笑宗教 而且是对于基督教的攻击跟嘲讽 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成立不是为了敬拜什么东西 OK 不是像什么印度教 佛教 道教 日本的什么神道 什么之类的 他们成立的目标 只是为了要嘲讽耶稣 嘲讽基督教 也就是说这个宗教 其实根本就不存在 而且不能算是一个宗教 因为他们没有所谓的信仰存在 很特别就是一切撒旦教的组成 他们的仪式 他们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一堆反神论 OK Atheist的这些人在推行的 那这些反神论者 无神论者 在这些行为的背后 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他们一方面又说 撒旦教有权力在州政府建立祭坛 但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 权力是什么 权力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问题基本上他们没办法回答 一些也没回答过 我们现在的人很爱说 这是我的人权耶 OK 这是我的权力耶 谁说的 谁规定的 你凭什么有权力 那 Iowa的政府有没有权力说 不行 你没有这个人权 我们不承认你的人权 政府有没有权力去做 这个样子的事情 所以说人权是从哪里来的 权力是从哪里来的 只有两个可能 一个就是人权是无中生有的 是人类思想启蒙 创造出来的东西 是某个政治人物 历史的伟人想出来的东西 或者是另一种 美国建国国父的想法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 是不正自白的 人人生而平等 造物主赋予他们 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力 其中包括 生命权 自由权 和追求幸福的权力 为了保障这些权力 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 而政府之正当权力 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 任何形式的政府 只要破坏上述目的 人民就有权力改变 或者废除它 并建立新的政府 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力 是什么意思 就是人权 要不然就是政府给的 要不然就是跟政府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一个更高的智慧 造物主赋予的 那如果说宗教自由是政府赋予的 不可剥夺的权力的话 那我们就要想的就是 造物主有没有赋予 我们在周议会建立撒旦的祭坛 敬拜撒旦的权力 神没有允许我们敬拜撒旦 在我们的周议会里敬拜撒旦 有哪个基督徒愿意出来说出正确的答案 OK 答案就是没有 神不可能允许我们敬拜撒旦 所以这些撒旦教的人说的宗教自由 跟建国国父说的宗教自由 很明显就是两回事 但是 这就不是无神论可以讲的东西的不是吗 对不对 无神论反神论是没有资格讨论天赋人权的 因为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没有神 没有神的话就不可能有任何东西赐给我们任何权利 也就是说无神论者讲的 人权是不存在的 天赋人权是不存在的 对他们来说 人权不是神赋予的 人权是人类的文明进步 启蒙思想的产物 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 只是某些很聪明的人的想法 他们想出来的东西而已 人权只是一个概念 一个系统 一个人创造出来的制度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人权是人的智慧产物的话 人权是在政府之下的话 那如果Iowa的政府跟他们说 不行 撒旦教徒在州政府建立祭坛 不包括在你的人权之内 你没有人权在这个地方建立撒旦教 就是非常合理的 因为如果人权是政府制定的话 那政府就有绝对的权利来夺走你的人权 如果人权只是一个制度 思想体系概念的话 那你去跟政府吵 这是我的人权 就是不合理的 如果你有资格去跟政府喊说 这是我的人权 就表示人权是来自于一个 比政府还要崇高的力量才对 但是对于无神论的人来说 政府就是最高的权力 政府之上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只有各个国家不同的政府而已 所以当政府说你没有这个人权 那你的人权就消失了 是不是这个样子 你可以去问问看金正恩 你可以去问问看习近平 答案就是就是这个样子的 人权是来自于政府的时候 你就没有资格跟政府说 这个是你的人权 因为人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只是政府给你的特权而已 无神论者遇到任何人权的问题 只能跟政府说 没有错 我没有人权 因为人权是政府制造出来的东西 是政府给出来的制度 因为没有神 政府就是最高的权柄 但是 我认为说 我应该要有人权 政府应该要给我人权才对 人权是政府应该要给我的 你看看美国政府有给美国人人权 所以中国政府也应该要给台湾人 还有中国人人权才对啊 因为这个代表着进步 代表着民主 代表着前卫 代表着现代国家 所以我们应该要有人权 但是无神论者不会这样子说 因为真的是很蠢 你的政府只要跟你说 没有啊 我觉得你不需要人权 就这个样子 你就没有人权了 因为人权只是一个现代的思想 一个人创的制度 一个政府的运作模式 只是一个概念而已 你可以去问问看 香港人就知道了 我们应该有民主 我们应该有人权 中国人没有人权 但是中国人应该要有人权 习近平就说 或许你认为你应该要有 but I don't care 然后香港人 中国人就没人权了 那回到我们这个 频道每天在讲的东西 真的是每天不断地在重复的想法 我们基督徒或是保守派 我们没有义务 要接受所有的东西 上个星期有一个留言 福奇博士那个影片 上面说 你怎么不包容 你怎么都不接纳 他这个样子就像说福奇博士 就这样子被我拿出来 这样子评论了 他也是基督的肢体 你根本不在乎他 根本不关心他的生命 以及他经历了什么事情 你确定你们自己的言行 很合乎神的心意吗 我必须老实地跟你说 我们没有必要接受所有的东西 事实上就是我们不该接受 我们不该什么都接受 我知道有很多牧师在那边说 我们应该要接受 接纳 包容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 我们整本圣经讲的就是 我们不该接受 不该接纳 而是当他们认罪悔改的时候 当他们想要回来认识神之后 或者是当他们已经认识神了之后 我们就要无条件地接纳他 我们要帮助他们认识神 不是跟他们妥协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意思就是我们要追随基督 OK 保守派就是要保守什么东西 保守什么呢 应该是要保守撒旦教 敬拜撒旦的权利吗 保守周一会变成撒旦教的祭坛吗 这个就是我们在保守的东西吗 我们在保守的是天赋人权 OK 是神的爱 是神的律法 是生命 是道路 是真理 是基本常识 是传统 是良善 不管你怎么看 这个撒旦教在做的东西 就是在侮辱我们一切的思想 还有我们的智商 还有他们自己的智商 我们当基督徒的 该说不要的时候 就一定要说不要 我们当基督徒的必须停止当一个脑残 必须要停止自我吹捧 自己以为自己很年轻 很先进 很多元 很正直 我们在保护你的言论自由啊 我们在保护所有的人的信仰 宗教信仰啊 我们在守护所有人的人权啊 什么 我们没有资格去教别人怎么生活 法国那个Voltaire说什么 不同意你的观点 但是我誓死捍卫你的说话的权利 一句话来诠释民主跟自由 其实是非常幼稚 不负责任 一点都不高尚 这就是为什么 当我们的州政府 放了一个撒旦教的摆饰 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要做正确的事情 没有任何人有资格 假装敬拜撒旦 只为了要侮辱其他人的宗教信仰 这是一个挑衅 是一个侮辱 不是言论自由 也不是宗教自由 保守派基督徒 被这句话洗脑太久了 认为说我们应该要违背 我们自己的信仰 违背我们的道德价值观 为了自由爱之类的 但是这其实是在扭曲自由 跟扭曲爱的 是使用一个非常幼稚 而且错误的眼光 去看待自由 爱还有真理 自由对于现在这个 幼稚的社会来说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为什么呢 这个节目是上半段 下半段会在 12个小时之后播出 我们就来看看 现代的自由 会导致什么样的文化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粉丝